哈利路亚 愿神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今天晚上用堕落的推楼王做互相的勉励 我们从以期节出二十六章开始 连续三章就讲到了 这个堕落的推楼王以及这个城市 连续三章 从二十六章开始 连续三章都谈到了这件事情 换句话 既然先知用了这么多的章节 谈论这件事情表示非常重要 先知在这边已经预言 他们这个城市 退落城市将要被摧毁 因为他们的骄傲 我们看到以期节出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的第一节 以期节出二十六章的第一节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主的话临到我说 第二节 人子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 阿哈 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 向我开放 他既变为荒场 我必丰盛 第三节 所以主神如此说 退落啊 我必与你为敌 持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 如同海史波浪涌上来一样 那么这一章第一节 这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到说 第十一年按照推论 也就是主前五百八十七年 在当时以色列跟犹大呢 是一阵的混乱 那么也就濒临到说 当时的这个巴鲁王呢 要来摧毁他们 在这个混乱当中 退落王 竟然非常开心 说到 既然他们要被摧毁 我们就能够余翁得利了 神听到这样是很不高兴的 所以在这边 先知预言 针对于推罗这个城市这么说 这里说到很清楚 很多国家都会上来攻击你 二十七节甚至谈到 它将会全面地被毁灭 我们为什么谈到今天晚上 说到说 这个城市会被毁灭呢 那在这个毁灭当中 我们又学什么 首先我们从历史上看看 这个城到底是什么样的城 首先我们谈到推罗城 第一次在圣经看到的 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那边看到 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九节 约书亚记十九章的第二十九节 转到拉玛汉坚固城推罗 又转到和萨 靠近雅各西 一带地方直通到海 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推罗 约书亚时代呢 当时的推罗就是个坚固城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既然叫城 也就是好像一个州这么大 这么的有办法 好像当时的这个爱城 耶利哥城一样 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 一个城就好像一个国 所以在这个城里面 绝对有城的国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推罗呢 历史继续往前推进的时候 看到它真的变成一个国 而且就是在斐尼基这个地方 好 在斐尼基这个地方呢 推罗就好像一个首都一样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好像加拿大啦 有多伦多 有俄泰华这种像首都级的城市 我们看这个地图呢 告诉我们说呢 既然提到了推罗 总会提到另外一个城市 也就是最靠近的西顿啊 所以我们都说 推罗 西顿 那我们说 那这个斐尼基当中的这个推罗城 为什么这么有名 在下一页我们看到呢 它充满了天然丰富资源啊 我们请看到 列王纪上 列王纪上九章的第十一节 列王纪上九章的第十一节 推罗王纪兰 承照所罗门所要的 支柱他香薄木丶苍木和金子 所罗门王就把伽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南 在那个时候,推荣王叫西兰,在丑罗门的时代 丑罗门王为了要盖神的圣殿,所以他要很多的木材 换句话,他需要好木 好,那这些好木呢,都必须长在高山上,高纬度的地方 那就好像我们到洛基山脉看到,加拿大有许多很好很植的树 所以在以色列地呢,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好,又长在这么海拔高的好木 所以他们必须要找西顿王要 所以这个西兰王呢,也就是推荣城市的王呢,就真的送给他好多香薄木松树啊 那么在黎巴嫩的松树,香薄木,跟我们在加拿大看的有些不一样 但是呢,它的坚固是绝对有名的 用香薄木或是松树呢,盖的房子呢,百年不坏 本句话,它不只是树木非常地丰富呢,而且还有充足的人才 在下一页 那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呢,这个推荣王不只是送他木头,而且还派了很多很好的木匠去帮忙 所以在图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么漂亮的树呢,有时候要整组人一起砍下来,然后来运送 那在那个时候,两三千年前的推荣时代,当时呢,没有这么样的技术,但是他们要靠整批的人把树砍下来 没有那么大的机器 但是他们有技术了 在下一页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推荣在现代这个时代叫做黎巴嫩 那黎巴嫩的名字在我们的新闻当中常常出现,他们常常会跟以色列有敌对的状态 我们看黎巴嫩的国旗在正中间,就是有一棵像香伯木的松树 在很早的时候呢,推荣是一个贸易的城市,从小的贸易开始,一点一点集成 我们请看尼西米记 看尼西米记的第十三章,第十六节 尼西米记的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又有推荣人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见呢,推荣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属于外邦人,不是属于犹大人 但是呢,他们很多的旅行,很多的贸易 那么任何那时候,在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在建城的时候呢,他们带来很多的货物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带来鱼啊,各式各样的货物在这节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卖给犹大人呢,在安息日卖给他们 换句话,他们是很好的贸易商人 在下一页 谈到黎巴嫩,就谈到了黎巴嫩的紫色 在那个时代,在古时候呢,为了要染色呢,绝对是用天然的色染,没有办法用化学品染 按照例子来说,他们在这个推罗人呢,真的就是发明如何做染料 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的聪明 他们用这种天然的贝壳把它研磨之后,抽取它的颜色 就是现在最有名的紫红色 这种紫红色,事实上在当时,在红紫色在那个时候 都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国王级的才能够穿得到 不像今天,什么色都可以买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高端发展的地方跟国家 所以在先知的那个时代呢,在那个时候的推罗已经属于叫做国际型的贸易中心了 所以在下一页,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已经提到这件事了 在下一页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地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我们说所谓的当时的世界贸易 也就是联合了非洲,一部分的亚洲跟一部分的欧洲 在那个时候,2500万年前呢,也除了只有中国或是印度有稍微高度发明的文化 其他地方其实都是很落后的 所以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可以就是以此地为主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推罗 那个是一个最主要的港口 所以换句话,凡是做贸易的人一定要到推罗跟人家做交易 所以在那个时候交换贸易之后呢,就各自带回欧洲部分的亚西亚以及非洲 在新年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个世界贸易中心像纽约啦,这种伦敦这种大城市 但是在2500年前,推罗就像这样 所以下一页我们就看到,既然讲贸易,又在港口就有很好的船啦 在那个时候,也就是罗马时代,甚至都还传奇用这样的好的船 这样的船盖起来,在海上可以行走很久的时间,而且可以抗拒很多的海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呢,货物呢,事实上是在那流通的 在下一页 我们看到呢,大家在那边做交易 那在下一页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推罗在那个时候这么重要 欢迎,就算来到今天,谁有了贸易能力,今天就是谁能控制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既然讲贸易就是讲到钱 既然能够控制贸易就是能够控制世界上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多少人来到推罗就是为了要赚钱 如果是那个国的国王,推罗王,那简直就好像神一样啦 他们所有人都要来到那个地方买货 甚至呢,他们在那边买了奴隶回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就把黑人当成奴隶的这样来买卖呢 买什么的东西都有 好,在下一页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市当时在盖的时候就是有很高的城墙啊 当时的国王认为,我有这么坚固的城市,没有人可以打得进来,没有人可以打得赢我 当时的城市当时,以历史家来看的话呢,当时的墙呢,有三十到四十尺高啊 非常厚啊 然后呢,最主要那个首都就是推罗市啊 是一个岛耶 换句话呢,四周都是海的岛呢,怎么打呢 换句话,要攻击这个城市呢,根本不可能 马车士兵根本过不了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推罗王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啊,没有人打得赢啊 那在那个时候呢,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他多么的在这个贸易上的进步啊 你看他当时都有当时自己的钱啊 换句话呢,也就是在罗马时代之前,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金额啊 在下一页 跟大家介绍这么多推罗的种种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推罗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了纽约,今天我们看到了伦敦这种世界贸易中心啊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像伦敦,像纽约这种城市呢,到最后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会不太相信吧 在那个时候呢,先知在587年,也就是主前587年说,这个城市将要被毁,所有人认为你是开玩笑的 用逻辑来推这么强的城市,这么就在海的正中央,谁能够打赢,能够占据这个城? 也就是在以西节在先知说完这话的15年之后 也就是在主前572年,出名的尼布贾尼撒王就把他攻下来 那么有趣的是呢,尼布贾尼撒王很厉害,打这个城打多久? 我们看哦,他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尼布贾尼撒王花了13年才能够包围整个城市,把他攻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真的是很强的一个城啊 但是他没有完全摧毁这个城 就好像我们刚刚开始讲到了这个 先知说到说,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来打你,很多国家像海浪一样涌来打你 圣经都是对的 在主前332年 在主前332年 我们都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当时的希腊国王亚利三大帝就来了 那么他一口气把他攻下来,而且把他摧毁 那我们可以看看说,当时这个国王怎么办到的 在下一页 圣经的预言真的就是实现了 那我们看到说,你不小心来打的时候呢 他只攻击了在海边的一部分的推罗城市 然后他想要渡海攻击这个最大的城市呢,但是呢,没成功 200年之后呢,亚利三大帝来了 他非常聪明啊,他用石头啊 他想说,我们怎么打这个岛 在那个时候的时代呢,没有所谓的飞机可以去轰炸了 为了要能够渡海,他必须要有个大桥 能够跨海大桥去到那个岛上去打那些人 那怎么样做这个跨海桥呢 好,我们看到的亚利三大帝呢,叫他所有的士兵每个人每一天带一块石头呢,放进这个海里面,做成一个可以过的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共他到这个800公尺的一个好像一个路径,一个可以过的地方 然后60公尺宽啊,再下一个看 我们看到他一天,每一天这样一点一点天呢,真的就越来越靠近这个海岛城啊 他们看这个路径往他们这边靠的时候呢,越来越靠近,他们开始害怕了 那么他们再来呢,就用各式各样的武器呢,来攻击城市啊 我们请看26章 以西耶稣26章的第8节 以西耶稣26章第8节 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成义的居民,也必造台竹蕾,举盾,举盾,攻击你 第9节,他必安设撞成锤,攻破你的墙园,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 我们看到这几个武器在亚历三大帝都用上了 我们看到他当时没有飞机去轰炸,但是他有办法能占据这个城啊 而且能够把这个城全部摧毁 能够摧毁他的城墙 然后把这个城给全部烧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亚历三大大帝在这个时候呢 在当时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被称为大帝啊 他是很聪明的战士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就在神的手中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多强,多坚固,多聪明,一旦骄傲就必要跌倒啊 下一页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张呢,就是现在历史的遗迹啊 事实上可以当成观光圣地,看到当时的推罗什么样子 下一页也是展现这样的图片 再下一页也 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居住在那里 再下一页也 我们看到了,昔日的光辉就已经再也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的岛屿,所谓的岛城啊 事实上被亚历三大全部填起来了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下一页告诉我们说,圣经中的预言绝对是千真万确 换句话,不要把神的话当成耳边封啊 不要想说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只是随便说说啊 我们看到,也就是以西结束说完预言十五年之后 推罗就已经倒了 三百年之后呢,推罗被亚历三大帝全部摧毁 所以圣经讲道的预言呢,还未实现也就是主耶稣再临的时候 当然会来 我们必须要准备好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谈这个城市,它今天代表什么意义? 不是单一个城而已 不是单一个城而已 下一页 这里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骄傲 我们看以西结书二十章 二十六章 十七节 他们必为你做起哀歌说 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 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时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 现在何尽毁灭 在这里说到这个城呢,又坚固又安全 没有人可以毁得了 在这里说到说要为你做起哀歌啦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有名,太骄傲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了名,必须要小心 如果在别人的眼中,如果每一天,不管在教会,在工作里面 常常被人提起,常常被人看重的话 我们自己真的要小心 换句话呢,越出名越有的人 就很容易被人攻击,不管是在属灵或是属肉上 为什么推罗成这么的骄傲 我们请再看下一章的二十七章的第四节 二十七章三到四节 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名的伤父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海岛 主神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第四节,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我们看到,推罗会骄傲,因为他值得骄傲 第一个,他全然美丽 我们看看这个城里面什么都有 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货物 有很多高度文明发展 住在推罗里面的人呢,总是比住在旁边的人好像高级很多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城市晚上灯火通明的时候 美丽的不得了 是的,一个城市很美丽,但是谁让这个城美丽 但是如果一个城忘记了谁让这个城美丽的话 如果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美丽的话 那么我有一天会有麻烦的 今天我们都希望人家看我们是美丽的 但是当人家称赞你的美丽,让你自己觉得我真的比别人还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骄傲而跌倒而失落 再下来我们看他为什么这么骄傲之大 原因就是因为他丰富 因为他富有什么都有 我们继续看下来 二十七章的十二节 十二节 他使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商客,拿银、铁、锡、铅、月换你的货物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 当时所有的商客,所有的用户都希望能够来在这个城里面呢 开一家店来做买卖 他们到那个城里面求所有的人能够让他们能够在那边站为一席之地就可以赚钱 所以当如果人家在你面前求你帮他做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哦 因为呢,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今天我们说这个人富有,没什么不对 今天如果神真的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超级的富有 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啊 当一个人在钱财上比较普通,比较小康一点的时候呢 总是比较平淡,但是一旦富有之后,我们真的要千万小心 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呢,就会讲话大声,就喜欢展现 因为就喜欢控制 因为那就是跌倒前的开始 如果今天在世界上神真的祝福我们变成很富有的时候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好像神让我们很聪明很美丽在人的面前,这也是个考验啊 换句话,当我们什么事情都比人家好的时候 这对我们在奔跑天国路上来说是更加小心谨慎努力啊 所以今天你会不奇怪说在神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都是很平常,很朴素的 因为这样让我们在天国路上就比较容易奔跑 因为我们有的东西越多,比人家越好呢,就更危险了 那么再一个,他们心中的骄傲呢,原因是他们开始藐视神啊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神啊 我们看下一章的二十八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推罗城市里面的人,就觉得自己像个神一样,我们不要敬拜神啊 因为基本上全世界人这个时候都来我这边来求我啊 因为我手边什么都有 既然我什么都有,什么都在我的控制之内,我不是神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好好我,我是神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推罗人已经忘记了他到底是什么人 历史是会重演的 当年的两千五百年前呢,推罗是世界上之星啊 他们控制着贸易,控制着世界 今天我们看看现在 所以什么样的城,什么样是属于推罗城 所以今天高度文明控制贸易的就是推罗城 下一页 我们看到推罗城充满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在贸易当中很多不公平,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在当中 我们请看同一章二十八章的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遮掩约跪的基禄伯阿,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来 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美好自然的花园当中 在那个时候,人应该在那个花园里面过得非常有空间有自在快乐的生活 但是呢,人类开始造城 因为城可以带生意 既然有了生意,就有钱赚 所以现在所谓的城市观念,也就是说呢 资本主义,也就是城市开始赚钱 那么人家就可以过好生活 所以贸易越多,钱越多,大家都有一处 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直接啦,贸易多了,充满不义的事就多了 我们看到下一页了,这个图啊 几年前,这个属于美国的一个走向 这边说到了穷人跟富人,有钱的人的一个差距 这是以美国当例子 在1990年时代 那么也就是说呢,在美国 百分之一的首富拥有百分之十一整个全国的一个财务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蓝线 我们看到了2015年那条线 比如说美国最顶尖百分之一的有钱人已经拥有了超过百分 相近百分之二十甚至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那么换句话,已经超过了全国的比例啊 换句话,有钱人越有钱 好,你会看到蓝色的线继续往下走,也就是穷的人越来越穷 是的,在这些年当美国有许许多多更多的贸易行为 那么事实上这个不仅美国了,每一个国家其实走这条线都是一样的 那么事实上在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 所以国与国之间一样的,既然有金钱贸易的来往 你会看到有钱的国家越来越有钱,贫穷国家越来越贫穷 好,我们看在下一页呢,这就很好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像了 一个人可以站一边,但是绝对超过这么多人站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既然天平都已经不平了,表示这已经充满了强暴,甚至充满了犯罪 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些大城旁边都有一些这种贫民窟的现象呢 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资本主义这种所谓的城市化到底好不好 我们看到,多的贫义,多的不义,多的犯罪 所以我们看到,推罗代表的是以人为本的这种社会形态 很多暴力,很多贪心 所以这个先知说了,这个城一定要被摧毁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推罗不是代表只是仅仅一个城在世界上而已 下一页,事实上预表了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会问说,到底这个骄傲从哪来 亚当夏娃时代呢,就被这个蛇给引诱了 所以,蛇用什么?蛇让夏娃觉得说呢,他可以感到自己骄傲 你只要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之后,你跟神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以世结书28章就已经说到了,就好像一个很好的天使 因此,因为骄傲堕落之后来敌对神 我们常常有人会这样问,既然这个撒旦到底从哪里来,撒旦是神创造的吗? 我们要知道,神从来没有创造撒旦 在树林的世界里面,神当时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天使 有些天使比其他天使漂亮更有用 但是,最美丽的呢?最有能力的呢?最杰出的天使呢? 那么,这样的天使真的出状况了 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天使了 28章这一节 我们看到从11节开始,也就是拿着推罗来预表说这个堕落的天使 我们看到圣经常常用一件事情来预表好多样事情 我们再看28章 我们为什么说推罗不是单单只谈这个诚而已 而是预表着这个堕落的天使呢? 我们请看13节 13节 我们在这边插了一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说到说,在伊甸园神的诞章当中啊 那我们总的来说,当时推罗王没有去过伊甸园 当然也不在伊甸园 那么除了亚当夏娃之外 当时神创造伊甸园,谁也在当了此的园中呢? 那么换句话,也就是属灵的天使同时在神所创造的园中 我们看14节 14节 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督婆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啊 这里更清楚啦 绝对不是这样的,推罗王或推罗城啦 也就是讲到了天使 也就是最美丽的天使 换句话,这个天使是让神安排在约柜上面的基督婆啊 当然,堕落天使之后就再也没有基督婆了 当堕落天使堕落之后呢,神就把他赶出去了 16节时也告诉我们说,也因为他的犯罪 从神的圣山,从基督婆的约柜上面赶出去了 17节时也告诉我们,甚至把这个天使摔倒在地啊 把他驱出在神的恩典之外啊 晒夜 我们看到,堕落天使因为他的骄傲,所以被赶出啦 主耶稣在这里也说到同样的事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章的第十八节 路加福音十章的第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啊 那么在属灵的境界,我们了解的很少 所以耶稣用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世界像这样啊 天使会堕落的 而且堕落之快,像闪电啊 因为你是敌对神的啊 因为你是骄傲的啊 我们看撒旦,撒旦的原意呢 我们说他好像魔鬼啦 但是撒旦的原意,事实上就是与神为敌 因为骄傲的关系,所以与神为敌被神赶出 但是他继续与神为敌 所以他被摔得很重,摔得很快 从最美的到最丑的啊 从最好的到最坏的啊 从最高的到最低的啊 所以到未来,他将会在永行里啊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今天我们看到神创造最美丽的天使都会堕落的话 今天你跟我不小心就会步落重样的路子 因为骄傲是原始的罪 什么叫做骄傲? 首先我们会常听到有人说,哎,没有神啊 当人的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就是骄傲的第一步 因为他觉得没有神存在啊 他们不认为神掌握了一切,他们不认为神可以掌管一切 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得来的,我自己控制我自己的未来 我控制了我自己的工作 我控制自己的公司 我掌握自己的家庭 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在我的掌握当中,我当然是神啊 是的,我们在嘴边也许不会说我就是神 但是今天呢,我们总觉得所有东西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因为事实上,我们就好像跟神一样啊 什么是骄傲? 骄傲就是敌对神 神要我们做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做 神要我们走右边才是正路,我们就需要走左边 所以要小心啊,因为骄傲在当中作祟啦 那么骄傲还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请看犹大书 也就是在启示录前一章 犹大书 犹大书这本书的第六节 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 我们看到天使为什么堕落 换句话也就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啊 什么意思? 祂是美的 祂是有能力的 事实上祂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唯一就是要听神的话 但是祂就是不要听神的话 原因是这位天使,他觉得说自己很厉害,我就是像神一样啦 为什么我不能像神一样呢? 为什么我要听这位神呢? 今天我能不能当自己的老板呢? 那么这个时候祂就已经离开本位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祂堕落的开始啊 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 忘记是最可怕的 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是谁呢? 我们看到有些人会在生气的时候对别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自己真的是谁 就会很容易骄傲地跟人家说,你知道我是谁的小孩吗? 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是啊 今天就算我们当了美国的总统啊 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的首相,是英国的皇后啊 也许我们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啊 也许我们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啊 但是我们仅仅是人啊 在神的眼前我们什么都不是啊 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像什么 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是谁 下一页告诉我们 那么今天呢,我们回家的时候要记得这句话 我们自己要很小心自己心中起的骄傲 因为在箴言的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头抬得这么高 他前面发现什么事呢? 我们看到说他头这么高,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 下一步就是他要跌倒的时候 所以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叫我们永远记住 骄傲在败坏以前啊 今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像什么 真的是不得了了,我们就是要败坏了 再下一页 我们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狂心啊,在跌倒之前啊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以圣经来对照 所谓的这种彩虹的游行 事实上这个字是有根据 那么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见 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的是骄傲在败坏以前啊 当然,试着来更改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败坏就要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为什么这么乱 原因就是因为骄傲在前面啊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千万小心啊 我们要努力地祷告 要铲除我们心中的那一点骄傲 我们一起唱诗 441 我们唱诗441首